大家好,這個影片就是把之前說的新世界4入1 除了趕進殺絕123守黨以外 究竟這件事對於新世界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站在大股東角度,站在鄭家角度 究竟做這件事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上一個影片講的很明顯對於好處 將一些小股東,趕進殺絕那些,可能不記得 數目也不小,有些叫做不處理的,變成什麼都沒有 處理那些沽了之後,趁現在的市況差,叫做收乾 用低位收乾一堆,一手檔,兩手檔,三手檔的貨 對股票繼續做下去一定是有好處的,乾些的股票 第二,還有什麼好處呢?除了這些都是小便宜 當然我沒有研究過,可能小股東多的話,集疫成球 水滴石穿都是幾可觀的 他在這個通告裏面當然不要講這個好處 他在通告裏面有講的進行股份合併的理由 我們看看他的理由是否一個legitimate 是否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 他是這樣講的 他的合併呢,股份價格會相應向上調整 當然啦,因為四合一,股價你乘回四 他講,並將市合併股份的投資對更廣泛的機構及專業投資者 而言根據吸引力優化股東基礎 這個可能都,我自己看了,再消化應該都是一個legitimate reason 因為,你看一個圖,這是二十年圖 其實過去這隻股票的表現真是一般 除了是去到一個高峰,是2008年 2008年,這個是隨靜的,2008年去過15元 差不多,15元這個高峰 之後這隻股票都一般,表現一直都一般 到現在都是9元左右 試過一次好些,可能是13元左右 13元2019年,現在是9元 這隻股票都很明顯是一個資產值不值大折陽 新世界裏面很多好東西,在國內很多好東西 沒有真實反應的 現在都是900多億市值 通過合股,其實有沒有原因呢 我們呢,其實比較一下,其餘幾個股票 四大家族,四大家族 持有的,關於房地產的旗艦公司擺出來 比較你都知道,這個這樣的合併 都有它的理由,我覺得是合理的 如果你是面對新世界,想把股票弄好去銷給機構投資者 這個弄好,這個門鏈功夫是一個最省水省力的 因為其實做些數字遊戲而已 簡單數字遊戲可以包裝股票相對吸引一點 這些是省水省力式包裝 用財技,省水省力把股票包裝得好看些 起碼跟三大家族的股票,看起來都近磅是那個級數 現在的級數便宜過10元,就好像散戶外股 散戶股,不吸引,不性感,不高級,沒有型 只是這麼簡單做一個數字遊戲 四合一,即刻相對有型了很多 為何呢?我解釋給你聽 看其他股票就知道 我列了長江、長實集團,一、三、恆基、三恆基 和這個比較,看看長實集團 長實集團的市值未夠兩倍於這個新世界 公司總股數37億的一,37億,股價48元 恆基地產,小過長實,1525億 總發行股數48股,32元股價 新恆基最大市值,新恆基等於兩倍多 大兩倍多的新世界,29億股,以發行股數 股價105元,新世界市值是最低的 股數最多,102億股,以發行股數 股價4元,做一個簡單的數字遊戲 真的令整件事感覺是正的,近榜些 拍住其餘的三間 為何呢?41元 由180億股變成25億股 相對即刻股數最少 股數最少,少於新恆基,還有股價即刻 由9元、9次36元變成36元,又近磅些 9元跟其他人,是不是? 股數多但股價低,現在一合了,型很多 剛剛between恆基和長實集團,看起來型些 簡單遊戲令整件事感覺立刻 replace了以前的長時間,你看那個圖長時間 10元以下,即刻而已 一個簡單數學遊戲,什麽都不用做 就立刻整件事升了,股價升了 當然是一個數字遊戲,但人的腦是很蠢的 聽起來整件事高級了 就立刻比恆基還貴,追緊詳實 當然跟新恆基還有點距離 這些屬於財界魔法,簡單一個合股 可以低成本收乾股票 收乾了,趕走散戶 股價,一手股價真的貴了,變了幾匹東西 好像三匹幾,如果面向客戶是基金 三匹幾無所謂,一手十匹都無所謂 如果是投資者,這個策略我認為是正確的 省水省力,好過做形象公關,諸如此類的事 這個也是一個經典案例,用財技很低成本 對股票重新包裝的手法 我覺得新世界這一招是高的,評分很高 低成本,高效益,尤其是這些時間去做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用財技,怎樣包裝這間公司 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有一個認識,多謝你支持